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从水市所所长 借下吃力不讨好的任务 六一九也因此 将实质求师的科学精神 带入公务部门 创造出崭新的行政文化 也开创了台湾养殖产业的黄金年代 我认为他是一个蛮有宏观的研究人员 他把整个台湾的养殖领域 因为他自己在国际上的一个地位 也把台湾的养殖学界带到国际上 他到中所之后 几个比较重要的 比如说我们现在还在用的 水市一号的试验船 是在他手上建造的 他目前还是国内最大的 水产海洋研究的一条船 1948吨 再来就是一个澎湖水族馆 原来是附属在澎湖分所 后来把它变成一个独立的单位 就是在他任内播化建造的 1989年为了海洋渔业资源调查需求 六月九向省政府申请建造试验船 水市一号 1994年3月 台湾史上空前的专业级试验船 终于竣工下水 五月首航西北太平洋 拘经为期39天的渔场调查研究 作为水上实验室最重要的是要有工具 这个是实验船 我那个之前这个船都是比较小心的 我一上来以后我觉得这是非常急需需要的 所以我就要争取 差不多就是两千吨 一千九百九十几吨 当时真的要费很大的力量 去收服相关的这些机构 所信大家都努力把这一条船做出来 而且它的使命也达成 已经到现在已经服务差不多一块二十年了 好 1990年代政府规划在台湾南北两地 兴建海博馆 廖玉九独具会言 主张利用水事所澎湖分锁改建 历时四年 1998年4月4日 占地两公顷半的澎湖水族馆正式落成 完工当时是全东南亚最大的水族馆 我那个时候我觉得 这个澎湖是比较 这个 墳湖比较多一点 所以你要 要有一片比较大的地方 比较困难 我就毅然决然 牺牲水事所地 换为最大的地方 我在那个地方 就承诺要盖 在澎湖的水族馆 这个也花了很大的心 后来很顺利地成功 然后开馆 开馆当时真的 这个每一年 它的收入大概都有三四千万 从以研究工作为主的东港分锁 到街场水事所总锁 廖一九调整重心 以公平公正的原则 打理总所 以及八个分锁的事物 但当科学家遇上行政工作 不免也擦出许多火花 但是只要认为是对的事情 就算会因此得罪当权 廖一九也从不退缩 他是很有个性的 我民国七十五年 调农委会的约处 业务上还是经常有一些 必须平常 就是很平缓的一个接触 我也常常到水事所 这边来开会 他有时候 就会很执着于 他自己的一个理念 我也不否认 曾经有过言语上的这种冲撞 他很执着于 他这个研究人员 所抱持的一个理想 所以他虽然 他是属于神政府的机构 但是他对于中央 他有蛮多的一些期待 他是一个很重要 责上固执 还有一个饥饿如仇 然后我记得他常常 为了一些事情 可能要跟 就是说政府单位 或者他们上层的单位 要去交涉 他会很坚持 我觉得这个印象 是非常非常的深刻 为了要争取某些事情 他认为对的一定要做 他真的就刚才讲的 饥饿如仇 对不对的事情 他会就是 我不能讲 反正他就是会 非常地坚持这些事情 一定会碰到一些困扰 不过什么事情都是要真诚 你对这个事情真的执着 你要去做 那就不怕 所以千万人我也就是这样 常常你的立场 根本就摇来摇去摇摆的话 根本就没有办法 你就是坚持你的情 人家也会把你觉得是信得过 他就会把事情都弄好了 六一九从水产研究出发 到全国渔政的管理 凭着一股勇往局前的赏进 用他的责善布局 追求真实的傻子科学家精神 提升改善了台湾的水产养殖渔业 除此之外 对于渔业捕捞产销管理的远见 也让钓鱼酒赢得渔民朋友们的推崇 这个饼是97位 这些专门从事樱花虾 这个船长 他们自动自发 把这个饼做出来了 当副所长的时候 就鼓励他们 要成立残销帮 有那么多的船的话 这个有时候没有很好的 这个organize 此之的话 他们每一个人 按照他们自己的喜欢的话 这个价码一定会乱掉 然后他按照我们的这个方式 结果他们觉得 十来年以后 他们感觉这个很有效 我觉得非常高兴 的确对他们的生活也好 他们的收入也好 很有帮助 廖一九在水市所总所服务的期间 虽然公务极为繁忙 但是热爱研究工作的他 仍然一个人当两个人用 经常利用晚上的时间 做研究写论文 人总要有多就有失了 这个作为研究者的话 你太多的行政工作 会让你的研究工作会舒服 我在这个时候 我看人一天二十四小时 就是大家都是很公平的事情 如果你就要做好 你就晚上 我过去就是晚上 我来做研究工作 白天我就来碰盛 我尽量的 客人来了 我们尽量都把它让他很高兴的回去 我想这是一项的作法 我跟他有很多的论文 总共有十九篇的论文 那像我有那张照片里面 我们甚至是在写一篇论文的时候的一个讨论 那他对于这个论文的发表 一定非常的严谨 非常的严肃 所以我记得 曾经有一次 我跟他讨论到那个 在总所里面 讨论那个论文 改到超过十二点 那时候根本也没有车子好 回去 他还是找 总所的那个司机 一路送我回去台北 那么晚 你叫你下面的员工 送我回去台北 当然也是公事嘛 他马上就是 手里拿个一千块钱 就给那个司机 说你们的司机 送我回台北 所以他是一个对于 这个工作是 兢兢业业的 不非常的那个 很严谨 所以也是非常的佩服他 当时因为我又大部分是做很久 那常常会看到 就是他发表在期刊 不管是国内期刊 或者是国外期刊 的一些研究成果 那我自己又是做鱼类生理 所以他的东西 我们就会比较常看到 那这个东西通常 您要写一些报告的时候 大概都会作为一个 蛮重要的一个reference 很多著作 一直到现在 恐怕请去查 饮用率都还是很高的一个饮用率 作为一位长官 廖一九从来不空谈 做任何计划案 他都亲自参与其中 对待自己的部署 以及工作上的基层人员 他永远是真挚的关心 甚至当作亲人般的对待 他对越下沉的人 越照顾 越关心 让我驱惑一次 他已经退休离开 我还没退休 我还在指示所 基隆搜索上班 我走到后面的岸边 我们的研究船 的船人说 哈喽你好 什么的 他说 所长最近怎么样啊 我好 我说你还在关心啊 他说他太关心我们了 我们都很感动 佩服 他甚至每次上实验厂 一个年轻同事 一个低沉的 他也会叫得出名字 所以让我觉得说 他是不是说看上不看下 他是上下都很招呼 我第一个上班的地点是东港 然后住在廖所长的对面 然后有一天我回去 我就忽然发现说 我门口有掉了一包水果 然后他就贴了一个纸条 说给你吃 就是你知道就有一种 暖在心头的感觉 然后他就是 他就是从小地方照顾你这样子 因为我是一个人上来嘛 我的家人其实事实上都在南部 所以他在生活起居方面 一直还蛮关照我的 然后可能怕营养不够啊 还是怎么样 三不五时就叫我过去吃饭 这样子 一直到现在都还是啦 虽然说他已经退休了 然后他还是常常叫我过去 他们家吃饭啊什么